国会公账会上个星期揭露了国防部滨海战舰采购计划烂权的丑闻 政府支付了60亿令吉打造战舰 但是11年下来却连一艘战舰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国际透明组织马来西亚分会就批评 滨海战舰丑闻跟银马公司1MDB丑闻如出一辙 让我国因为糟糕的施政治理不善而越来越出名 导致我国损失了几十亿令吉公堂 这个组织还质疑 政府机构里面有这么多负责预防贪腐 改善施政的管理部门和稽查单位 为什么政府的层层把关之下会全部失守 他们也要求国会要审查所有大型计划 以免再度发生纰漏事件 国防部长西山穆丁今天在国会上议院的问答环节中表示 国防部被给予六个月的时间重新启动采购滨海战舰的计划 他相信大马皇家海军在两年内可以接获五艘战舰中的第一艘战舰 另外西山穆丁也表示 国防部已经跟公账会会面了15次 并承诺将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 西山穆丁现在开始 做出动作对策略 takes on a 那些人都在取得 那些人都在做法 和SPRM 要去取得 那些人 都在取得 那些人 就要找到 在哪些人 那些人 都在做 那些人 都在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